叫叫霍龍姐 因為你那時候也是在木殼嗎 因為這一次 我沒有在木殼 在禁總 禁總對不對 可是你那時候有去木殼當志工嗎 那個時候 應該算 因為木殼在禁總裡面 那你聽到黃松仁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很意外啊 居然可以透過電商 然後寫一個標案進去木殼 那政治現金就這樣進去了耶 老師說 我是做貿易的 到今天為止我都還做貿易 我是羨慕又嫉妒我 怎麼說 人家那個錢都是自己送上來 我們都要去標案 而且很多的競爭耶 是不是 你要最低標 然後還要跟這個公司有一點關係 你本身要有相當的經驗 你木殼公司才兩年 沒有任何貿易經驗 你就可以接到這麼大的訂單 其實我做貿易做了快40年 我是羨慕的啦 那至於這個木殼 我要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 當時我們在做志工的時候 原則上很明顯的去感受到 錢都是木殼兩位在處理而已嘛 所以其他人其實完全不了解 也不能碰就對了 但是那時候其實還蠻多的現金 就是都是現金 我也講過說我們在鏡種裡面 你那麼多的小物有的人從中南部 專程上來買東西等等的 都是要拿現金 甚至買完了以後結帳結在這裡好 你到外面的7去領現金 所以當時這種感覺其實我是不太舒服 我覺得這個不正確的做法 也沒有刷卡 不能刷卡 那你當然沒有什麼所謂的 什麼LinePay ApplePay 什麼Pay 可是甚至我們台北通應該要拿來用啊 或我們的悠遊卡應該要拿來用啊 都不行 那這個就當時跟我個人認為說 我對台北市政府的認知 或者是柯市府的理念 我當時就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那我自己本身因為我做貿易嘛 那我老實講我有進口一個環保的袋子 是麻的袋子 那當時呢我有進了一些是裸袋 沒有任何印刷 那因為那個是黃色 像現在這個LinePay在街上 大家在拎的那個袋子 那我就有自己主動的去跟 我送給你也好 我當作政治獻物 我不喜歡現金 那他有給你肖像權的費用嗎 他根本不讓我接近 他不讓你接近 直接拒絕 對 因為我要送他喔 我是要送他 如果說我不送他 他覺得很不好意思那沒關係 我成本多少 彈給你看 印刷費多少給你 然後比如說舉例來講 一個袋子如果是八十塊一百塊 你可以賣個兩百五十塊 因為競選期間你要有一點經費 我覺得很合理 這由你來決定 他不願意 那時候我就不太舒服 那當然那時候有人跟我說 為什麼不網上報 那我就說不用啦不用 人家不要就好了 因為很明顯的 我覺得他希望他自己一手 經營這樣的事情 那你看啊 黃崇仁這件事情啊 因為大家都講說和銷的問題嘛 因為黃崇仁說沒有兩百萬 那奇怪喔 柯文哲那個Excel裡面 寄的是兩百萬喔 怎麼會有這樣的出爐呢 那是不是後期目可真的 接到很多這樣的標案呢 那和銷的部分呢 我好難想像耶 我老實講這個就太內幕 我不知道 然後一直到8月23號之前 我跟柯醫師一直在討論 他那個記帳問題的時候 我只是一直跟他講說 你的帳怎麼會是這樣做 我老實講 我從頭到尾到今天為止 我都還是很難接受說 你們說他愛錢 然後 所以你覺得阿伯不愛錢喔 我認為他不愛錢 但是他很喜歡這種過程 怎麼說 就是那種 有大佬 我跟你談完了以後 你可以給我一筆 一筆 一筆 一筆獻金支持我 那不就是愛錢嗎 不然我跟他 沒有沒有 可是他沒有 他不是要把這個錢好像我 就跟陳佩琦喜歡聽點鈔機的聲音 不要不要不要 是一個few的感覺就是 他也是不愛錢 但是他愛聽 那種感覺是這樣 就是他喜歡收錢 因為收錢是對他重視 但不一定是要花錢 對對 你是這意思嗎 就是尊重我 你看中我嘛 你很看得起我 我看到我戶頭錢很多 我也蠻開心的啊 可是他其實 你懂看中的感覺嗎 其實他從來不知道他的戶頭 他沒有 他沒有帳本耶 他沒有帳本 對然後 老實講 他有冷錢包 對 那我比如說我做訪問的時候 我曾經跟他一起好幾次坐公車嘛 他真的悠悠卡一刷 我趕快跑去看啊 八百多塊而已啊 他悠悠卡啊 那你覺得他現在潛藏壓力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小草 會不會失去信心了 就覺得說 可能真的 沒有啦 想想原則上應該沒有 不然不會我被罵得這麼兇嘛 我來上節目 等一下回去 又要底下又要摔一排 又要罵我 沒有 大家都說 他還是很真誠啊 被不愛死 是我不應該 是我落井下石 而且我怎麼可以跟你們圍武 這樣才 哇 跟我們 你看 所以其實我 你屁股也有點娘 對 連我自己都快要有了 我先講 我覺得 我講到哪裡了 我真的其實心裡還是蠻難過 如果今天是這樣討論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是蠻難過 所以我一直在想 因為最後一次我還很認真的問他說 你錢在不在 你也有問過他 有 那他說什麼 他說我問他兩件 我說你人在不在 他說誰 我說李文中 因為我以為他捲款逃了嘛 他就說在啊 我就說那好 那錢還在嗎 他說在 他說錢還在是什麼意思 對 我不知道 那我想要再問他 他就撇開別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好 你告訴我我要不要擔心什麼 他就說不用 那後來我就再問他一次說 那金華城 因為金華城我是真的比較不熟 我就跟他說 那我要不要擔心金華城 他也說不用 所以其實我後來掛電話的時候 其實我是 你什麼都趕快給他的啊 8月23 晚上 是被羈押那個時候嗎 沒有 羈押搜索金 所以你有問過他 金華城東 你有沒有拿錢是不是 沒有沒有我不是這樣問 我只有問他我需不需要擔心什麼 那他說 不用 真的沒有問題 他這樣說 他還是要擔心沒有用 還是得面對司法 是他個人的問題 所以 我是不是應該感謝柯文哲一直把我保護得很好 沒有讓 沒有讓 你今天也要去北檢 所以如果你 就給你看他 不要這樣 可是 黃龍姐我覺得木可來講 是一個很神秘的管道 會前的一個管道 我覺得很多標案 你不要說只有這個黃重仁這樣子 會不會有其他的金主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能在縱望 或者是可能在新故鄉裡面呢 老實說 如果按照這樣子看起來 最後 8月9號那一天 我開始很認真跟他 因為我去上網去看那個 監察院的所有的資料 我就非常的生氣 我覺得木可怎麼可以這樣做 然後我就把所有的list做出來 然後 其實那天 他其實是因為看到我的臉書 因為我把他做出來所有的那個 細節 他其實是打 寫的line來問我說 朋友不是來添亂的 他其實是要罵我的 所以我不應該這樣子把它 就是把它標出來問題點 因為我是做貿易的 那一看你就知道 後來 這樣怪怪的 對 然後他後來大概覺得是說 我有一點生氣 因為我沒有這種口氣過 所以他就打電話來 後來我就有告訴他說 李老師跟我說 到底這個主意是誰幫你出的 你的帳怎麼會是這樣 然後 老實說 我必須說他自己真的沒有回答我 而且他只是很想很努力的想要解釋 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解釋對我這種做貿易 這麼久的人來說 其實我是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 然後賬不能這樣做 然後再來你一個公司 怎麼會只有 進錢 不是進貨喔 你是一直在進賬 那有沒有出貨呢 沒有啊 沒有這個名氣啊 或者是你應該要出去嘛 對不對 你要有名氣 前進來的貨門又出去 好奇怪喔 對啊 那所以我想 LOOK確實是一個滿好的一個 轉來轉去 一個管道 對一個管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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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